大家好 最近呢 有一个人在微信上经常问我 说他这个单挑水平非常强大 但是呢 教练不让他上场 怎么办 那么呢 这种问题呢 其实也不是一个人问我 非常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人问我 那么我们首先要履行出一个概念 就是一打一篮球 不代表五打五篮球 一打一篮球是五打五篮球的一部分 但是呢 五打五篮球不只包括一打一 就比如说 北京是中国的一个城市 但是中国的城市不只是北京 这是一个概念问题 当然呢 不代表说一打一不重要 但只不过就是五打五的时候呢 你不可能每一个球都是你拉开 然后我跟这个人 对 除非你实在太厉害了 那么呢 就是说你一打一厉害 不代表你五打五团战就厉害 还有一个点呢 就是说你在一个团战过程中 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什么 就是说你首先你要做一个人 就是你跟所有人 你要有打成一片的能力 嗨 对 你跟就是你不能说 我觉得我单挑板 比我的队友都厉害 我就瞧不起我的队友 然后呢 我的队友上场时间比我多 然后我就觉得变态了 对 你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 你就算是一个不上场的人 但是你的心态是一个积极的 是一个向上的一个心态 那么教练在一定程度上 也能够看到你的用处 这就是所谓的化学反应 这就是所谓的化学反应 我都希望我的队友成功 那你们这个球队的这个正负值就会更高 对 这个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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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重要 然后呢 就是说你这个在单打之外 你这个篮球 对篮球的理解需要有一定的改变 就比如说你要想 除了单打之外 我还能做什么 对 比如说你这个无球跑动 跑动 跑动 对 比如说 比如说防守 防守 防守 对 以及这个教练 你对这个教练安排的战术 就来让你打一个什么战术 你要把球传给你什么什么地方 你能够正常的执行战术 跑位 对 这个呢 就是看似非常简单 但是实际上呢 非常重要 以及要有抢篮板的能力 抢篮板的能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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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当你呢 这个又能防守 又能又会传球 又会跑位 又能抢篮板 而且你跟所有人又是很高兴 是个人 然后呢 你把所有的空篮都上进 快攻 空位三分 全部投进 哇 你这么打个一个月 你跟教练把关系处理好 不要抱怨 为什么不让你上场 然后逐渐有一天 你的这个 获信任程度就会增加 你的队友和你的教练都会更信任你 这个时候你再担担 有一句话叫做 心随静转 是凡夫 静随心转 是高人 你先把你自己的理解和你的这个头脑认知 稍微有所改变 稍微有所微调 然后你就成功了 最后欢迎大家购买篮球训练计划 我们下期再见